一直以其实上的眼睛造型和独特的款式吸引着消费者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店长向我们推荐了一副与众不同的高科技眼镜 除了各式各样的眼镜 现场还有耳科专家为您提供关于助听器方面的咨询 一般来说 从助听器的款式上来说 它可以分为很多种类 真耳道式 耳道式 耳内式 因为这从外观上来分析它 根据每个人的需要 像年轻的人一般会选择一些耳道式的 因为比较隐蔽 因为它为了外观上要求 而有一些年纪大的人 如果是听力损失比较严重的话 他可能会选择一些大功率的耳背皮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助听器的信息 那就明后两天上午十点到上午五点去那里看一看吧 你就应该您将说 我们在和视频!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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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呢